欢迎收看7月1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生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花莲县政府于0403正灾后 积极串联花莲观光产业界重振旗鼓 今天就以花莲依然美好为主题 参加2024台北国际夏季旅展 花莲县长徐正伟也亲自出席 邀请乡亲们来花莲馆参观 选购暑假游玩行程 到花莲体验慢活的深度旅游 以及享受大山大海间的人情味 墙镇暴雨落实重创花莲观光产业 但是花莲各界不屈不挠 以花莲依然美好之姿 参加2024台北国际展夏季旅展 重整旗鼓 要让国内外游客民众感受充满活力 而且依然美好的花莲频率 不仅是花莲馆内各家餐饮旅宿业者 卖力宣传推广花莲暑期优质的油城 优惠的住宿方案 县长许正伟也亲自出席开幕记者会 感谢中央与各界对花莲天灾地边后的支持力挺 县长更是力要详情民众来花莲馆参观 认识花莲的美好 选购暑假油城 体验花莲曼国与大山大水的人情味 我想在这里就是一个浪漫的游泳 而花莲又推动曼食 有没有想过用原住民的食材 来烹煮我们的意大利的料理 就在海岸上面少了 所以来花莲就是要轻松 就是要轻松 所以我们有浪漫的海岸线 还有美丽的中古线 更是有道浪漫的九三 所以等一下可以到花莲的摊位来走走 我相信两天一夜 让你完全充满电力 然后再回到你的风格单位上 未来花莲和莲浆 我们有浆浆浆浆的方案来推出 现在请珍惜最后的礼拜 到我们的莲浆县去看来点类之后 我可以透过江江江奖的方案 做我们的新台马鱼来到花莲 除了中央推出的自由行及集团游振兴方案之外 花莲县政府目前也寄出相当多的优惠方案 更会整县内从北到南的珍珠景点 以及18条推荐油城 更推出12条魅力自行车道 也欢迎游客民众赶紧首刀下定花莲旅宿享用会 来花莲度过丰富精彩的暑假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